我从事报返业大约15年 做夜班工作 11点上班 早上9点下班 报纸雜誌大约1点30分就来 我就要退来的工作和退回昨天卖剩的货品 很多都是开24的 因为我们的货多 放在这里又被人偷 以前我们可以找到两三万的 现在本来以为复苏一些 报纸不能卖可以卖大陆书 政治书 谁知道现在又少了人来香港 又淡了又是跌了 我也打算退休去洗厕所 报纸多数年 有个工会人想活化 他想搞一些特色的东西 现在走这条路 但是很难 他都和艺术家 买了一些艺术的艺术品 就是想将这个报纸当 在人心目中 剖旧残旧的形象 不是整理个外表 是整活它的内容 容易就是吸引那些人去注目 去留意街边 原来还有一件这么可爱的物体 传作 现在在报纸当卖的东西 也不仅是报纸 也有些辩论的东西 也有些辩论的东西 如果我们去保存 保育它 可能迟了三多年 就会在市面上消失